你找签交字 行了 再见啊 谢谢啊 今天东西真的是很丰盛 谢谢 有一点绵长的味道 特别好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动衡家 谋略家 对对对对 美食家 你给我们张大厨讲一下怎么这里出访 请张大厨来咋 你考上东西就开始谈了 我没考上东西就开始谈 你上中学就开始了 你上中学就开始了 我上中学开始体验 谁给你做呀 家里有阿姨做 你去剧组了 剧组我们吃和饭 那你在楚国的时候 大王请我吃 听说你远在瑞典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羊肉 我以为远在卫国呢 那是追溯到卫国的时候 你爱吃羊肉 所以今天就买了上好的羊排 你上一回说那个牛肉不对 那你先看看这羊肉对不对 非常合乎标准 没有道理做不好 对接下来压力山大 如果再做不好 可不能说我买这个牛肉买的不好 买羊肉买的不好 你是说高压锅的牌子 叫压力山大牌吗 对对对对 好 我来给你露一手 捧着一颗忐忑的心 开始露一手 喜欢吃小块羊排大块羊排 不大不小 正合适是吧 对 你为什么爱吃这道羊排呢 我觉得很多人爱吃的菜里头 都一般有一个故事 还是在苏联留学的时候 因为很少吃到 我发现你说这话 感觉你像个老爷爷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 那一年你才这么高 这么高吗 有了吧 在苏联的时候怎么了 我有一个那个 阿塞拜疆的朋友 烧我一次羊排 但是他是采用了一个 据说是尼泊尔口味的 放了黄咖喱 我觉得羊排挺好吃的 但是那是很棒 那你今天是要我给你弄点咖喱吗 咱不用咖喱了 后来我改羊了 你放啥了 放五香粉 我放蜂蜜 蜂蜜 对 放柠檬 当然少不了了 肯定还有辣椒 你这改良的确实相当的穿越 倒给 倒多少样 1234567 7456321 可以了 点火啊 你平常都喜欢读什么书啊 我读的特别咋 什么书都读 比如说你最近正在读的有哪些 我正在读的布罗斯基的悲剧情感 小于一 冬夜归吾的幻叶 马尔克斯的将军和他的情妇 全是外国的 还真是 听说你发微博什么的 都用这个文言文是吧 我喜欢中国的古文 哦 您为什么喜欢中国古文呢 我觉得中国的古文又简练又丰富 不可替代 汉字美都在里边 平常说过一会儿 古文当中 蛾青 这个要多 过多久的蛾青 它才熟啊 这得一会儿蛾青 好吧 得好几个蛾青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碎片化的时代 你用文言文来发你的微博 据说你还闹了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叫 谁是郭碧婷啊 最后惹了人家郭碧婷给你发说 那就是我 你认清楚了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啊 嗯 这是 无知者无畏 你怎么那么谦虚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 能够像你这样保持 就是用纸质的阅读啊 捧着书 能够看见书香 闻到书香的这种阅读 我觉得特别 书一定要 读纸 一定要有翻书的声音 对对对对 有翻书的声音 你刚才说的那好几本书 你都是同时阅读吗 像我我就有这个习惯 哎呦 咱们握一握手吧 咱们是一样的 嗯 同类 一般你在什么地方看书 看的时间最多 这说好吗 没事没事 就不同的书在不同的地方 比方有上马桶 坐马桶看着书 睡觉前看着书 书房里正儿八经看着书 外面片场等候拍戏的时候看着书 我问一下 一般你坐马桶上都看什么书啊 日本的《易经》 就被称为日本的《易经》 叫《隐言》 你是觉得这本书特别的难懂 所以你需要再一个 我一看这个书就想起来 日本人说 哎 哎 就看这个 三脑游记服会生气的 其实我觉得呀 古人说读书有三上 马上 枕上 侧上是对的 当然对 起马嘛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在车上看书 对对对 关小火了 由于他在这里有呼噜呼噜的声音 所以我们给他端到后厨 额亲再把它拿回来 可以吗 我特别赞同就这样吧 张大厨 好 我觉得额亲这个词好好听 好好听啊 好听吧 再分享几个 些许 些许也是 我们说 你这样这样这样那样行吗 好吧 那我接受吧 但故意是 乃兽 乃兽 乃兽现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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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很不耐烦 对对对 乃兽 好吧 好啊 你看这菜喽子里头 巴拉巴拉巴拉出来了一个回家吃饭 谁放这儿的 哎呦 什么情况 将士们 太自信了 来 冲一个身上 我承诺 为侧猴 你们 可以成为公事 为上造 为布庚 为左术者 为右术者 为少上造 为大上造 为官内猴 甚至为 十亿万户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 能不能做到 能 能 能 我得骑我的胡萝卜了 什么叫台词啊 就是你在这么近的听的时候 你能听到那个共鸣的声音啊 是吗 真的 你干嘛呀 我要把它给用凉水拔一下 厨房就是这么的穿越 刚刚念完了这一段 宣太后的台词 马上端着锅 把胡萝卜掌握出来 像这么大段的台词 怎么背啊 寄个大概是第一步 第二步 你就开始找重点词 第三步 用你的脑子 寄的那个大概 把这重点词穿着 来一遍之后 再对照原文 看哪个地方 看它的缺失 第四步就完了 我就特别的好奇 你是在瑞典的国家画剧院 国家画剧院 这有点像咱中国的这个 北京人艺 或者是中国国家画剧院 你想一个中国人 他要用瑞典画来演画剧 那台词怎么寄啊 寄瑞典的呀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特别难受在于 说就是用不用母语啊 刚才他们用的是母语 对吧 嗯 但是它不是你母语的时候 而且你没有那么那么的 融于血液当中的时候 嗯 你不敢随便补充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呀 所以你就不能错 在瑞典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 我一去了就发现在剧场里 我们准备排练完之后啊 开始演出之前 我看前排第一排一定做的一个女士 打扮得非常的典雅 这架一栏小灯 第一排的卡过道最边上那个 前面打开一个剧本 我说这是干嘛的 叫提词员 但是我对这个是最处的 为啥 我只要一看到它 我就会麻烦 你就觉得你说错了你 我就会觉得我要忘词 所以我跟这位女士 事先事先商量好 我说在我演出我上台的时候 你千万别看我 我也争取不看你 因为她总是要看着演员 因为演员随时 给她一个手势 她就会跟着你在说到哪儿 你忘了提你一下 可是她坐在第一排 你怎么能听到呢 她的声音 她会很大的声音的 她会说到 那观众也听到了 观众也听到 观众觉得这非常正常 所以我说你不要看我 我永远不再看你 你不用跟我提 说你忘了怎么办 我说我不会忘了 也就是说你是瑞典国家画剧院 唯一的一个不用提词的演员 我坚决不用提词 我就把自己逼到绝度上 我就这样了 但是我只要一看她 就有负担你知道 她是一个提醒你错误的人 你那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你说的好像很悲惨 你那样的日子 没有 我觉得是充满了斗志 迎接着这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八年 八年 在国家画剧院八年 然后到了私人剧院 到了私人剧院呢 到私人剧院 比方说她有 就住斯德格尔摩的剧院 只在斯德格尔摩铸场演出的 我就可以在家待着 我就晚上去演出 白天排练 但我可以回家嘛 要不然就过着一种 大棚车的飘荡生活 我真是觉得画剧院的那种体验 是很有意思的 非常好玩的 张大厨来了 特谢啊 你什么时候在哪练的这滇勺啊 厨房里练的 你以为你举着我 看着好像挺好的 如果说你有一个机会 给别人做一顿饭 你最愿意做给谁吃啊 我妈 妈妈最爱吃什么饭 妈妈最爱吃烤鸡 真的啊 老太太好洋气啊 对 你妈好像上次数的人 不爱吃这种烤的东西 为什么呢 喜欢吃鸡肉 然后觉得烤的脆脆脆脆的 香 对 你会吗 我还行 真的啊 就算西式烤啊 就在烤炉里了 那你现在会经常做给妈妈吃吗 做的少了 不瞒您说 一踢起我了 有点难过 没事 来 你刚才为什么难过呀 做的少了吧 嗯 拿了岁数大了吧 牙也不好了 那你更应该做给她吃啊 过年你会回家吗 尽量 妈妈现在在河南吗 没有 一直在瑞典 然后刚回来 哦 她就和你一起都在生活在瑞典 对对对 你真是好 就是走哪都把妈妈带着 一定要 啊 嗯 匠师们 我们可以起锅了 走 秘制阳台 带着阿萨拜疆兄弟的一番期待 和他曾经用尼泊尔厨艺给我的灵感 今天在小孩同学的监视 不是指导也不对 欣赏之下 对 做成了一盘 来吧 匠师们 来吧匠师们 先来一块羊排 来 左以柠檬腐汁 你大胆地说出来 这个清凝 简直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 让这个羊排的这个蒸汽啊 嗯 熏一熏这个清凝 然后把清凝的味道 嗯 混在里头 味还行吗 味道极佳 是吧 太成功了 太太的调味品 太太的调味品 喊大家回家吃羊排 同样的太太的调味品 也提醒大家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就能知道 其实在家里做这种羊排啊 很简单 很容易 真的很好吃 必须张仪在 哦 那这个不太容易 进行电视指导 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录下来 对吧 留着 哎呀 你在海外多年 肯定对于很多西餐还是很喜欢的 我特别喜欢吃西餐 披萨你吃吗 披萨我特别喜欢吃 不管是美式披萨还是义式披萨 你看一下 西披萨还是中东披萨 你觉得这是哪儿的披萨 这应该是厚的 这应该是偏美式的 这是我们四川的披萨 你喜欢吃厚一点的还是薄一点的 薄的 好 小心手一下啊 这技术活儿 要不要我帮你 你来 我来切这个 太棒了 我去拿个烤盘啊 好的 这盘子好看吧 这盘子有点意思 这是给自己留了一个最好的吧 我们四川人啊 爱吃麻辣鸡丝 麻辣鸡丝也好吃 我手干净的啊 我是见证好的 我觉得你刚才这蜂蜜特别棒 我也来一点 然后呢 我要放一点芝麻油 就是香油 嗯 再来一点酱油 由于你不太吃辣 所以呢 我就会比较克制 一定要来一点花椒粉 我是个芝麻控 芝麻其实是好东西啊 特别好 还每次都要弄个太极 非芝麻白芝麻都得有 阴阳 你得烤多长时间啊 十分钟 这个一定要铺一点 五颜六色的辣椒 那也得有奶酪吧 有 有 它为什么这个底下要放这个辣椒呢 因为它有点像那个火 这个棍儿 把这些把它蒸起来 哦 免得这个东西它在上头啊 就太实了 明白了 把这个鸡肉放一层 好 把这个香菇呢 切 好多人喜欢吃这个就是它不用起油锅 你爱吃玉米吗 爱吃 接下来 嘿嘿 拿出了 辣椒酱和番茄酱 番茄酱啊 说实在的 它不能用得多 就只能是点缀一点点 要放一点甜的辣酱 那好 接下来我们要放这个奶酪的时候 还是要给它织起来 就给它 这样把它 然后你这个确实有点意思啊 嗯 它像一个大包子似的 看看 对 好了 然后在烤它的时候呢 为了让它增加一点湿度 因为它这些都有孔嘛 它会冒热气 你为了增加一些湿度呢 其实是可以这样 就是放一点在旁边 它其实是为了增加湿度 但是跟这个菜本身是没关系的 可以 然后200度的烤箱 我已经预热好了 放进去大概是10分钟 10分钟 或者是七八分钟也是可以的 好 全部热好了 好 期待了 一二三 小心手啊 嗯 什么呀 你的川式披萨好了 看一看 一路小跑 哇 呦 这菜都变少了 但是它 像烙没流啊 像烟菜了 嗯 哎 你知道吗 我最喜欢吃这种烤的焦焦的 很脆很香 这有点像过生日啊 嗯 有点生日蛋糕的意思啊 嗯 张子 您请 我就给我的 哎呦 谢谢 老干妈铺底 我还第一次 这种披萨啊 太太的调味品 喊大家回家吃披萨 同样呢 太太的调味品也请大家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在家怎么烤一个适合自己口味的披萨 嗯 签箱字 行了 再见啊 建成啊 回家吃饭 今天东西真的是 很丰盛的东西 谢谢 这个口风才来你的味道 有一点绵长的味道 特别好 只怕我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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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骇人啊你 这么忙我是不吃东西的 怎么吃呢 所以我说你骇人了 这样是没有成功了 这样是吗 来吃饭的 好吃吧 好吃 而且就得老干妈撒底 要是没有老干妈 撒点辣椒面也行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菜吗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像 我们的足迹 比如说我从四川到了北京 但是我离不开 我的这个家乡的 这些辣味啊 就是这些 但是呢 到了北京很长时间了 这个口味也很融合了 所以可以吃这种披萨呀 起司啊 这更像你的足迹 从自己的祖国 走到了俄罗斯 然后走到了瑞典 然后在世界各地 然后现在又回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这个很多元了 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披萨 这是你的祖迹 这是个海拿百川啊 海拿百川啊 那再来两口呗 这是个有容奶大呀 我也特别觉得 今天我们这两个菜 做得很成功啊 一颗悬着的心动了 不管你走了多远 不管你走到世界的 哪一个角落 最后你还是想吃一口 自己经常想吃的啊 对 看明月吃披萨 有容奶大 哎呀真厉害 又是门烟门啊 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吧 太好了